它的功能就是防風防禦 有的時候 雨衣對我來說 外層對我來說 防風的功能也很重要 對 防水透氣材質就是 我們常見最好就是這兩個 GOTES 跟音樂 我們也常常看到這兩個 被拿來做教 它的透氣度怎麼樣 我們只要上去塗爐去搜尋 它的透氣度就讓我們做實驗 下面再有滾水 然後上面造個什麼東西 看氣氛跑出來 但是呢 你們都不用比了我的最好 PROGECK NEWS SHOW 它的透氣最好 而且它有彈性 對 我們一般的魚不是很硬 但是它又有彈性 所以它做出來的版型會比較好看 不過呢 就最貴 所以說呢 坊間在台灣找得到台真的不容易 這個是PROGECK NEWS SHOW的 它的牌子 很輕 就是我們剛才 我們那一件PROGECK 就是它那個化學纖維忠誠的那個表度 對它很輕 然後呢 透氣也可以 也還不錯 我有一件 就是這個材質的 然後它如果長這個樣子 各品牌自己研發的 這個我就不在列舉了 蠻多大品牌的 加上Note 波索也有啊 RENO SPACE也有啊 這些都有 對 好 這是一件 石蘇鳥的 語音的它的敘述跟說明 第二段 紅色剛剛放起來是 是關鍵字 70D NIGHT 模表布 GOTEX的防水透氣布料 然後形容詞 我們就跳過 經過DWR NIGHT 酒防脫水處理 這個就是 這個它的這個功能就是 我們有時候去 戶外在我們店買 店也會做示範 就 我們會噴水有沒有 然後鼠子就流下來 有沒有 那個不是GOTEX 那個是DWR 就是防脫水 DWR呢 它會漸漸的消退 所以說呢 市面上有DWR的噴劑 跟洗劑 可以再讓它 就是 恢復 也不恢復 給你再重新再做一次就對了 所以它出廠就多一次嘛 然後今天消退之後 我們就比如在DIY 對 不過現在有些 有些材質已經標榜 它的本身的布料 就已經有DWR的功能了 所以我現在有一件軟殼 它就是標榜這個 對 所以就不用一直在噴那個東西 對 好 內層填充 也有所謂的兩件式的 兩件式的外層 然後它裡面就標榜 我這個有拉鍊 可以拆開來啊 等等之類的 那點就是中層加外層 對 中層加外層 好 然後 行動層 好 內瓶 最近有內瓶 有內瓶 有沒有內瓶 對 像我們講的 它有什麼差別 好 然後 好 下面這邊 它這邊有材質 它有兩種材質 對不對 GOTEX 有3L GOTEX 2L 然後填 這像填充物也是一樣 有兩種不同的刻素 這個會有不同的材質 是因為它在不同的地方 有做不同的配布 譬如說我們背背包的時候 這邊是磨到特別多吧 所以它這邊就會做比較耐重 就會做3L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 這邊 D1 我這邊有12345 1就是表布 2就是DWR 然後再下來就是防水透氣布料 就是表布下來 一層一層下來 就是GOTEX 就是EVENT 然後 4就是它填充的東西 不過這個在台灣很少見 然後5就是內 就是我們穿衣服的內地 好 那 3L就怎麼回事 3L 就是1加3加5 有表布 然後有防水透氣布料 有內地 對 就是1加3加5 就是有表布 有防水透氣布料 有內地 兩層就是 沒有內地 對 就會直接就接觸到 防水透氣的布料 當然我們看不到 它已經貼合進去了 但是不會很舒服 所以說呢 2.5層 就是1加3加上1層薄膜來代替內地 對 那相對來說呢 就比較舒服一點 然後重量比較輕一點 對 然後但是呢 比較不耐膜一點 裡面就比較不耐膜 感覺上是這個樣子 說明都是這個樣子 好 那這個就是3層 我們有時候 我們在網路上面看 我3層 2.5層 2層 就是這個意思 對 那如果說 對於舒適度沒有那麼 那麼強調的話 買2.5層就可以了 因為不管是哪一層 它的防水功能都是一樣 沒有差別 但是會差別在重量 跟舒適度能力 對 另外呢 如果說只有表布 跟做 我們剛才講的 3.5是 2L 2.5L 3L 它們都有可能會做DWR處理 對 英文的 它會寫DWR Finish 就是它最後我們在骨度這個處理 那如果說只有表布 然後它加上防潑水的功能 就是輕量的風衣 野跑的人很喜歡穿 騎腳踏車的人也會穿 那種很輕的 很薄的 很透明的 人家塑膠袋那些什麼的 對 那個就是 我只整個月為一屆塑膠袋 讓他月趕菜 好 然後 如果說是由 它的表布 是標榜 它有抗風 而且有彈性 然後它有做DWR處理 或者是它布料本身 就有防潑水的功能 然後它也有做內飲 的話 它就是所謂的軟殼 我們有時候聽到軟殼的硬殼嗎 軟殼就是這個意思 軟殼1軟殼1軟殼2 就是這個意思 那硬殼1什麼意思 說真的我還真的搞不懂 硬殼1跟軟殼1的比賽 因為 國外會分哈秀 就是硬殼1跟 軟殼1跟軟殼1 所以這兩個 國外真的看不出來 他們差別在哪裡 可是哈秀比較紅 比較靠 因為我們看到他們的軟殼1個 我們覺得已經是在這裡 我們應該要看不出來 我們可以看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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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